这是位于美国加州圣河西的一座公园 深秋的清晨 一大早 很多异国们已经像往常一样 带着孩子们自发来到这里 清扫 维护 献花 三年前 一位华裔女孩的灵魂安放在了这里 她的名字叫张纯儒 她曾为三十万冤魂奔波 揭开了惊人内幕 1997年 一本英文版《南京暴行》 被遗忘的大屠杀的出版 向西方读者揭开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纽约时报评价 这是六十多年首次打破周日美国的沉默 用英文向全世界详尽地揭露 日本当年的受刑 这本书曾连登 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十几周 足见其影响力 而她的作者是远在美国 一位当时年仅29岁的华裔作家 张纯儒 十八年前的今天 这位华裔女作家张纯儒 因不堪历时的沉重 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年仅三十六岁 2012年 时任圣河西市议员的朱感生 曾任是委会会长 她对张纯儒公园的建成 有着直接的贡献 我在沉河西市议员的时候 我推动了这个park 命名为张纯儒公园 也是希望说能够完成 她的一个遗愿 就是让这个南京大使她 这一段实施 让更多人知道 当时在这个中日战争的时候 日本这个军法主义 在中国人民所造成的 很多很多这种悲惨不人造的事情 我们还是继续希望日本政府 能够正视这个问题 然后做一个很正式的道歉 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立碑 当时在申请建造这座公园 并且以华人名字冠名的时候 在政府这个审批和申请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和阻力 那一定的 因为很多开发商有它的主义 对不对 那么在这边的居民呢 也有他们的意见 所以这个就是有很多谋合的地方 但是最后我们 非但是说能够把这个公园盖好 也能够请到开发商 得到开发商的支持 继续维护这个公园 十年 这个公园应该是 在北美华人当中 是首座 这个北美国家 为华人建造的 我想可能是中国以外 我不知道中国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个张存仁公园 所以可能是世界第一 但我决定相信是中国以外第一位很优秀的一个华人来命名的 那么有这么多义工来帮忙 把这个公园维持得非常干净整齐 实在是因为我们非常非常感激 所以今天主要也就是来感激这些义工 他记得 他记得 Iris Chang Park 是一个美丽的设计 在记得的 最高的写真 的写真 最高的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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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从19的开发展 在2019年 它被认为 10的几千人 从全世界的 通过 搜索的 公园 人们学习更多 Iris Chan and the atrocity that happened in the city of Nanking during Sino-Japanese War My sincere appreciation to all Titleist Volunteers' efforts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for cleaning and maintaining the park and I hope you will continue to upkeep this historical park in its best condition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张重炉也是我们史维会的好朋友 一直以来都跟我们史维会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今天这个公园的建立真的是不容易 经过了朱感生朱议员的这么多年的努力 还有以及在座的 还有詹云、张重炉的妈妈、詹女士 我们做了非常多才有今天的落成 但是后面更要感谢我们这么多的义工 朋友们、大家的维护 才能够让我们今天的公园这么的美丽和漂亮 谢谢大家我就不多说了 非常感谢他们在这么忙碌的生活中 尤其星期天的早上 能这么早跑来维持清洁这个公园 所以我是感到非常感谢 所以这个合同就是来感谢这些义工的 Iris Chan Park 是一个secret park of San Jose City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因为这个park是非常unique 就是很特殊的一个park 它不是一般的park 它是一个纪念性质以外 也是一个非常有让人能够 You have an inspiration, inspire 就是能启发很多人的思想的那个park 是因为纪念张成如 那么用他的精神来启发大家 我是市委会 抗日战争市委会成员 我们一直都在做这个方面 推动这个关于二战中国战场的事情 所以尤其抢南京大屠杀 就是很多西方人不知道 所以春如跟石惠惠的关系很少 那他去世以后 我就俱成他的事业的 推广这方面的宣传 我们教育下一代 做了很多教育工作 明星没有国界 明星不分族裔 在心跳起下 由政府出资建造公园 纪念华裔女节 在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2019年11月9日 张成如公园开幕 在过去三年里 无数义工在努力维护公园 以表达对张成如的敬意和思念 Soloma Mayor 选择 来与提供奖 我感觉到家里 之后 我們是中國 美國 我們是建造這個社會 這個城市 這個國家 我們永遠忘記 我們必須要記住自己 我們要記住自己的孩子 我們要記住自己的鄰居 我們要記住自己的社會 我們要建造這個社會 建造這個國家 一大早您就到這裡來 對啊 然後您今天開車有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 一個人的力量有限 大家合在一起了 那就不一樣 不要有把那個事實的真相 要大聲地說出來 不能視而不見 裝聾作啞 我們才能夠真正 在這片那個土地上面 有我們的尊嚴 有我們的地位 而且呢 我們能夠把這些好的傳統 好的理念 能夠傳承下去 一代接著一代 張純如女士啊 她有這樣的一句話 她希望要喚醒大家的 叫public consciousness 其實就是一個公眾的 一個意識 可能這些的歷史 在那個歷史書上記載的不多 但是我們用一個實體 用這樣的一個公園 建造在這個社區裡面 對吧 你人走過來走過去都能看到 那無時無刻地 在提醒別人 我們這裡有一段不能遺忘的歷史 讓大家慢慢地樹立起這種公眾的意識 懷念張純如女士 她對抗日戰爭史實的貢獻 我們幾個朋友說我們幾個人 那就拔拔草唄 那乾得慢就慢點乾唄 然後我就這樣就開始了 過來三年的時間 大家都知道三年經過了什麼 我們有疫情 有山火 然後有我們生命 然後我們很多的領導人都 淪酸地得了COVID 但是我們這件事還沒有停下了 我們一直接直到今天 我是很長時間都是很喜歡寫作的 所以呢 我媽媽就是 我媽媽就是跟這個 Acham她的父母是朋友 所以呢她有一天她就跟我說 她就跟我說可以來這兒來 可以做點volunteering 因為我也是一個童子軍 所以呢我也挺喜歡做這種 移工的 所以呢她就把我帶過來 請參與我們一分鐘的靜音 為了紀念春儒 義工們在公園摘種了許多愛瑞絲花 去年種下的愛瑞絲花已展開了花壘 爱瑞丝花的花语是 优美 爱情 友谊 光明 力量 而开在纪念公园的爱瑞丝花 有着更多不同反响的话语 欲对人间说 我曾认真生活 为目标写作 和家人真诚奉献过 就像爱瑞丝花的花语一样 愿人类永远和平 爱瑞丝花将茂盛地 开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永永远远 花园永远 永远 永远 非营利性的放政治团体 主要是为了揭发日本军国主义 在二战期间在中国战场放下的暴行 这三十年来 史维会一直坚持 为了维护和平 维护历史的真相 团结全球华人华侨 一直在做无懈的努力 教育及普及抗日战争的事实 但首先我们也非常感谢 就是说史维会的好朋友 张成如女士 就是因为张成如女士 写的南京大屠杀 才让全世界的西方国家 对中国二战期间 中国战场的认识 特别对南京大屠杀 有重新的认识 也因为张成如的南京大屠杀 才有了今天中国的国家公祭日 12月13号 中国把南京大屠杀 地位国家公祭日 这也告慰了张成如女士的 在天之灵 今天我们坐落在 圣河西 就是旧金山圣河西市的 这个张成如公园 落成了三年了 有无数的义工 在这里默默的打扫跟清洁 维护公园的干净整齐 我们非常的非常的感谢 到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 我们的朱感生先生 他也是我们是为会前会长 也是我们加州的前众议员 他在做三号社议员的期间 一直的不断的努力奔波奔跑 才让今天的这个张成如 Irish Chin的公园落成 落在圣河西的最中心的位置 让我们永远记得 成如Irish Chin 那是谁 他的精神 激励着我们 一定要追寻着他的想法 就是说维护历史真相 因为只有正对历史 才能保障未来的和平 也希望让我们的全世界的华人华侨 的直指孙生 不要再让这一段悲惨的南京大屠杀历史 重新再有悲剧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